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亲爱的朋友平安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在这里向你问好 不知道亲爱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每次你要出门的时候 通常可能是你的妈妈 她可能会提醒你说要检查一下瓦斯有没有关 门窗有没有关好等等的 那么可能你都会觉得好像有点反复 不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呢 其实是要确保居家的安全 但是如果今天呢 你的妈妈或者是你身边有些朋友 他们要出门的时候重复一直做这些事情 还有种情况是她可能觉得自己哪边不对啊 或者是手很脏啊要不断的洗手 那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些的异常呢 今天呢我们在健康加油站的单元当中 一样继续为你邀请到主爱心灵诊所的院长 吴家锦医师 吴医师你好 家家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家锦医师 是吴医师 刚在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讲到这个 好像有些人平常非常寻常的一些check的行动 但是呢到后来变成要重复的去看 比如说瓦斯有没有关门窗有没有关 然后还有一些很反复无常的这些行为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有讲到一个强迫症的一个疾病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是所谓的强迫的一个行为 那他的定义是这样 就是一个重复的一个行为 那往往这些行为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像洗手啦 或者是说有些人是洗澡 有些人是出门一定要洗衣服 那像有个个案呢 就是他出门前一定要洗洗手洗澡洗衣服 那大概加起来要七个小时 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出门很困难啦 好那到时候就不想出门了 因为必须要这个重复的这个所谓的清洁动作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强迫的一个行为 那当然那个我们所谓的强迫症 当然不只包含行为而已啦 其实他还包含了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所谓的强迫的意念 好那这个部分当然是我们比较不容易觉察到的 好因为我们的想法不太可能从这个外观 就马上就可以看穿 那所谓的强迫的意念 他其实代表的是几种 譬如说反复持续的思想冲动或影像 所以很多这个有这个强迫性意念的人 他会觉得说这个脑海里面持续的 反复的会出现一些图片影像 好那会造成一些这个个案的焦虑跟痛苦 所以这样的情况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说 他脑海中一直想这些事情 还是说他会一直重复做这些事情 是因为他担心会有不好的后果发生 其实主持人你说的都有 就是很多很多个案他会 譬如说他会担心自己得到传染病 那那这个这个担心其实已经过度了 已经是不合理了 但是这个个案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去 什么没有办法去压抑这样的想法 没有办法去忽视这样的想法 所以这个个案其实他自己很痛苦 他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 来抵消这样的一个 怕自己得传染病这样的想法 譬如说他就不断的洗澡 洗衣服 打扫家里 那擦地板 擦玻璃 洗手 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没有做好这些清洁工作 可能会害自己 或者是害家人得到传染病 那像有些个人他就很害怕得到艾滋病 我们知道说艾滋病的那个传染途径 是经过血液传染 血液的交换 但是呢其实很多的个案 他害怕到一个程度 他觉得他自己摸到血 好像就会得到这个艾滋病的感觉 或者是说这个看到这个类似血的东西 那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他就有这个机会或者可能性 所以这个焦虑非常的高 所以变成说他会很害怕碰触很多东西 或是很害怕到某些场合去 他没有办法这个去克制 没有办法去压抑他 他明知道自己这个想法有点不合理 所以很多很多这个这样的一个强迫症的个案 其实他都知道自己想法是不合理的 而且是很过度担心的 但是他自己又没办法去抵消这些念头 没有办法去压抑这些念头 所以会导致他这个后续的行为上面 会变得太过度 会变得是重复 会变得是很多时候是很浪费时间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呢 因为先前佳佳在一个报道当中看到 其实强迫症这样的症状 在很多国家当中 罹患强迫症的人数 其实他比例高过于我们知道的 像躁愈症恐慌症 还有精神分裂症 但是好像很少人会去注意这样的一个症状 那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吴医师 强迫症的一个原因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理论 现在还没有一个共识 或者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结论 当然很多的心理学家是从 譬如说他的个性去探讨 譬如说他觉得这个强迫症的人 经常会有完美主意 经常那个做事情比较没有弹性 好像他非得要这么做不可 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第二条路 那当然有些人是从他的家庭环境去探讨 譬如说他的父母从小管教他很严格 所以导致这个孩子 这个长大之后 他做事情 他觉得说不这么做 好像这个后果就很糟糕 就会有一个很惨烈的一个结果 所以变成说他很多事情 他必须要去做 那不做的话呢 好像这个会有灾难发生一样 那当然现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生物学 或者是医学上的发达 我们也发现说这个强迫症的个案的脑部 好像也有一些 好像异于常人的一些 他的一些状况 那经常使用的一个理论就是说 好像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 接受这个刺激跟后续的反应的这个 强迫症的个案里面 他形成一个回路 绕不出去了 所以譬如说他当他怕脏的时候 他就洗手 那我们一般人可能洗了手之后就 这个就干净了嘛 就放心了 就安心了 可是强迫症的这个人的那个 他的大脑的回路是不太一样的 他可能一两次的洗手 没有办法让他安心 他必须要重复 一直洗一直洗 洗到可能都破皮了 可能都手都已经痛了 他才觉得说 好像这个焦率有下降 比较安心 所以我们发现说 这个脑部的这个的一些机制 好像也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理论 去解释到为什么一个人会得到强迫症 但是现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结论 是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身边 或者是好像是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 他可能发现 自己好像也有一点点强迫症的一些的征兆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自己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改善 其实强迫症状 其实我们一般人也都经验过 譬如说呢 这个出门锁门 回头再检查一下门到底有没有锁好 那这个车门也是拉几下 或是回头再检查一下 通常我们都也会偶尔会出现这个 比较轻微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重复的动作 如果说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太多次了 那自己也觉得很困扰 好像那个没办法离开这个门 或是没办法离开这部车子 通常呢 那个很多个案他会用一个方式 就是说 当他在做这个锁门的动作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要保持专心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很专心 然后把这个动作记起来 那他就知道说 他真的的确有做过 已经确认过了 那这个往往呢 做过这样的一个确认之后呢 他比较能够减少这个重复的次数 如果说我们脑子里面 还在烦恼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这个往往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 我们是下意识的在操作 那往往这个我们回头想一想 到底刚刚说好了没有 刚刚这个事情有没有完成 也许我们就会再重复的第二次 或第三次再去做这个动作 也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自己 这个好像有点重复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保持转阻 就在当下的时候呢 其实呢 可以让我们可以降低这个焦虑 跟增加这个安全感 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你身旁的朋友 他有这样的一个症状 也不要好像直接跟他说 难道你自己不能控制吗 或者是说 你就不要这样去想就好了嘛 其实这样的一个言语呢 反而会造成这些罹患强迫症的人呢 有二度伤害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吴医师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强迫症的一些的原因 还有对他的认识 那最后呢 佳佳想到 之前有一位希腊哲学家 伊比丘鲁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人的困扰不是来自事情本身 而是自己对事情的看法 那非常谢谢吴医师 谢谢佳佳 是 亲爱的朋友 那佳佳在这里呢 就先向你说再见了 我们下回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